年轻人他们也赞成同性恋恶法话 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是说用我们 圣经上讲了同性恋要下定义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他们就不理你 你甚至说所以这个八号提案 迟早会有一些问题的 同性恋恶恶法话的问题 我在这边还没开始之前 我稍微讲一下下 就是八号提案的事情 当孩子问你说 甚至你知道我女儿 我女儿高中 她的最要好的朋友是个同性恋 然后她呢 是个男的 说常爱我们家 那父母要太多留什么要去面对 这是一个 我的侄儿 我侄儿是高中老师 其实非常好的基督徒哦 她的妹妹 她结婚的时候 她的最要好的朋友是个同性恋 所以这些基督徒的年轻人 他们赞成同性恋恶恶法话 他会认为什么 他说 比如说有一个 他们同性恋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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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 于是呢 她就跟丈夫离婚 跟一个同性的女性 同居 就是住在一起 那这两个女人 就是把孩子养大 那有一天呢 这个妈妈死去了 但是那个爸爸很差劲 不负责任 那死去 她这两个孩子要由谁来照顾 监护学是谁的 那她的财产又给谁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 同性跟婚姻要合法化 就是让这些 这些我们觉得的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但是我认为 那只是一个障眼法 同性恋太复杂了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基本上我觉得教会对同 因为你要知道 婚姻不是只有两情相悦的事情 你婚姻还是必须要 小孩子的问题 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话 对孩子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同性恋者 他站出来坚决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为什么 他说对孩子会是一个伤害 因为圣经上讲说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对孩子是最好的 如果一旦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话 这些孩子在同性的父母亲 他没有办法学到两性 对他将来长大也是一个非常大人的伤害 有一个最近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他就是他在同性恋的家庭长大 他是一个双亲恋者 他说他非常痛苦 所以他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 对未来的下一代会是一个灾难 你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一个解决现有的问题 然后你去制造更多的问题 这是我反对的第一个理由 基本上我的态度 我接纳同性恋者 我同性同性恋者 因为我们应该会看一下 就是你的影 我们刚刚讲过说 你的毒品也好 电动玩具也好 各种成瘾其实是一个选择 但是同性的诱惑很可怜 他们不是出于选择 他们问我说 同性恋是怎么产生的 我说基本上 大致上不出于两种原因 第一个 他从小开始缺乏学习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过小baby 对不对 他在小baby的时候 我女儿同性恋的他的好朋友 就是他哥哥姐姐都是正常的 只有他是同性恋 为什么 我问我女儿 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他说他好朋友出生的时候 他爸爸就到处去旅行 我不在家 所以他跟他妈妈很亲密 以至于没有办法学习到异性 去慢慢长大变成同性恋者 那如果说是单亲家庭 我不晓得这个统计 单亲家庭是不是孩子 成为同性恋的比例比较高 我不知道 如果单亲 如果你是一个single mom 你要带你的孩子 尽可能跟同性接触 来教会啊 或是叔叔伯伯啊 跟他们有接触 他就有学习的对象 所以第一个 他在幼年时期缺乏学习的对象 或者是学习对象有错误 比如说爸爸有暴力的倾向 他跟父亲的关系 非常多指的是男性 非常不好 所以他有同性恋的倾向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幼儿时受到性侵 受到同性的性侵 他有可能像我侄儿的那个 他的好朋友就是一个这样子 所以变成一个同性恋 他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非常同情同性恋者 那你同性 等到你 那我们只是在 所以同性恋的形成 基本上是在婴幼儿 甚至在儿童时期 那发现都是在青少年时期 那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所谓的那个 不是真正的同性恋 这个出现在女性比较多 他在青少年时期 受了诱惑 受了同性诱惑 产生性行为 以至于他无法治法 也是有这种状况 可是你同性恋婚姻 一旦合法化了以后 他男女的界限没有了 原来只是跑完 然后受到诱惑 他反而没有办法坚持 这个原则 会伤害更多的青少年 更多的孩子 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这些在游行的这些人 他们的目的不是在 婚姻合法化 他们是在行为合法化 合理化 怎么说 所有通过同性恋 因为我没有数据 我有数据 但是我们包括你们带来 所有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那些国家 譬如多伦多 加拿大 譬如欧洲 那他们在刚开始合法化的时候 申请的人很多 可是你知道在去年 2011年还是2010年 多伦多 整个多伦多 申请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多少 只有不对 换句话说 他们要倡导同性婚姻合法化 目的不在合法化 目的在行为合理化 就是滥交的一个问题 你说为什么我对同性恋了解 因为同性恋会侵扰到滥交跟肚皮 所以这会是一个 就是我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辅导的个案当中 有些是同性恋的 那那个个案是怎么样 他爸爸是 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好的亲户徒 他没有办法接受孩子的同性恋 就把孩子赶出去 所以孩子很可怜 所以赶出去以后 没有办法被父母接纳 他就干脆咬了皮 就是吸毒 然后轰趴 滥交 自杀了几次 很可怜 所以我说通常很多家长 事后在问我说 我孩子同性恋我要怎么办 我说先接纳再说 接纳并不代表同意 像我是坚决敢对同性恋婚姻合法 因为我知道这个目的 这个不是 这些在街上游行的人 不是真正要遵守一个办理 而是要让他的行为合理化 那所以你只能接纳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改变 那还有一个状况 很多基督徒的父母说 那我让他来姓卓 我让他介绍的姐妹给他 这也是大错误 我认识的第一个同性恋的个案 就是我一个常理老师 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他有同性恋倾向 可是他一直在增长 所以他到教会来 然后还娶了一个姊妹 他认为他现在可以改变 事实上根本就不能改变 还生那个孩子 那有一天那个姊妹他发现他先生有外遇 就外遇上居然是一个男的 那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个案 就是他想要改变 他事实上不可能 他在教会里面娶一个姊妹 还牧师正婚 结果是个同性恋 没有人知道 后来才知道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想法 你当他已经成年人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形象 我不是说没有办法 上帝有办法 但是绝对不是那么快 很简单的说 因为跟我讲同性恋 就可以讲了好几个钟头 就是说 你同性恋要成为异性恋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但是 你一定要经过一个关卡 这个关卡是什么 守徒生 你不要叫个同性恋 马上叫冒产跟异性恋 那是不可能的 守徒生守多久 因为你知道 假设他20岁 告诉我们说他是同性恋 可是他形成17岁 可能是5岁 可能是6岁 守徒生守多久 很长 很长 但是这是他的实施下 他必须要靠着基督的力量 去战胜 不要走到烂交 如果你父母没有办法去接纳 20几岁的同性恋者的话 他可能会走向烂交 他会放弃自己 干脆摇摇摇皮 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 因为刚好看到你们的巴哈 是很大的提案 所以稍微谈一下 那如果说是你们孩子有这样的问题 他说你认为婚姻只是你跟他而已吗 那孩子怎么办 没有男女的界线 而且你知道在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几个国家 都是道德纹上 他们下一个法案就是犯人 然后人寿 就用一些法律去告诉你说 就是界线一直扩张一直扩张 所以有些人抱在瑞典还是什么 就是爸爸可以娶女儿 所以到后来就没有界线 这个怎么一开是不得了的一个灾难 所以我接纳我同情 但是我反对 所以这是基本的父母的态度 这是我大概讲一下 那我们回到一个影 我们要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一直很想在基督徒创讨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要了解上面的心 我们要念圣经 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世人的心 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 我们才可以传福音 如果我们只是看圣经 我们不了解世人在想什么 我们没有免疫情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活用 如果我们只是了解世人的心 我们没有真理坐后盾 就是很危险 教会要走入世界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是世界的光 是世界的炎 我常说光炎我方在教会很可怕 牧师在讲到一个探照灯这样一句 哇他今天讲得不对 那这个是在说我们要了解 了解未来的失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马上同情的婚姻和法化 势必要 我爸爸都赞成 那你怎么去跟孩子对话 你甚至在年轻的基督徒 比例都很高 百分之六七十 赞成同情的婚姻和法化 你怎么去跟他们对话 这是一个伦敦的奥运前夕 青少年把伦敦放火烧掉的一个画面 这些孩子不是帮派哦 不是换孩子哦 也就是在大学念书的 因为欧洲的肆虐力很高 无所事事 一个随便Facebook叫一叫 通通通来 然后把那个打 就是烧火 放火打结 把一些山西的那个产品全部烧掉 有人说 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滚 就居然滚在这些 这些小孩子手中 这些孩子不是坏孩子哦 在学校念书 有些还是不错学校的孩子 为什么 我今天有谈过这个杀人文王的事情 为什么 还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这个 肯老族 这是一个画面 就是说他从小一直背背背背到大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肯老族 我什么时候才会解脱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肯老族的产生 我等一下会有答案 有些父母很悲哀 你什么时候跟孩子讲话 所以孩子跟你要钱的时候 你才可以跟他讲话 很多都是这样子 跟我要钱我才有机会跟他讲话 跟我要钱我就没有机会 所以孩子 父母活在恐惧中 不断地满足孩子的需求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孩子 我们也不能用别人的经验去教导孩子 我说我们的经验 我说现在是 我说五年前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好 没有这样子对不对 iPhone 没有 五年后现在到处都是 那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对话呢 你没有办法好 什么叫做你 你就是一个瑕疵 就是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一处 凡事我都可行 不送哪一件不受它的瑕疵 你看连续剧 OK 一天看一集这款转 OK 可是如果说 你连续看个两天三天 不吃不喝 你就是受它瑕疵 非看不可 你每年去一次 Las Viga 还好不会上 可是你每个礼拜都去 你就会上 不做礼拜 就会上 打电动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可是你为了打电动 不吃不喝 不上学 就是有问题 所以这瑕疵就叫做不得不做 但是我们对上瘾的定义呢 无法控制 做出一些伤害自我 是他人的行为 像我也有没有心理 我也有瘾 像我每天早上一样 喝杯咖啡 我不喝咖啡的话 比较整天都不对 我也没有成瘾 但是我喝咖啡 我没有 我没有伤害自己 没有伤害别人 运动也是一种瘾 像我姐姐她说 一天我流汗不流汗 她一天都很难过 但她没有伤害自己 没有伤害别人 所以我不能称之为你 她人就是沉迷一种事物 失去生活能力 很多家人问我说 还是打电动很配 我说可以 很多上学有上学 过课怎么样 不错 我说那就不是成瘾 我们等一下会谈一下 这个网络游戏的问题 上瘾与偶像崇拜有关 对不起我讲话比较快 因为其实 这个瘾的课是20个小时 我在正道 在华省 华省七月会开课 都是20个小时 没有那么简单 那这个PoPo是三个小时 那我在一个钟头之内 把她 随便讲一下 是不容易的 所以讲得比较快 好 还要让你们发问题 上面你跟偶像崇拜有关 所以建立的第一条 你如果 你一个家庭 你的偶像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保证会出问题 如果你一个 你一个 在家庭里面 你的偶像是你的配偶 你的婚姻会出问题 在教会里面 你的偶像是 牧师 是刘牧师 你们家会出问题 所以偶像只有一个 就是上帝 偶像放错了 都会出问题 你要思考 你的偶像是什么 如果你的偶像是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保证出问题 偶像不对 如果你的偶像是金钱 你就会有可能办法 所以我们看 我们的上帝都可爱 放在世界的地方 上帝 原自选择 圣经上也有讲说 这两个数 上帝给我们 自由选择的意志 所以所有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孩子不信徒 是不是跟家庭有关 是不是跟什么 什么二年年少 是跟原生家庭有关 我说没有关系 所以我通常 有人来 我父母有问题的 来找我的 我都不会问为什么 我绝对不会问为什么 因为 有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孩子心徒 我跟你讲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来不问 但是有一点 我可以确定 就是因为我不知 孩子刚开始的时候 我越往上出 你 你不知道出 你 你是越现越深 所以上瘾 没有什么道理 很多很好的父母 我目前看到的 所有的父母都非常 很老老实实实 你看这么老实的父母 怎么会这个样子 孩子怎么那么糟糕 我说真的比我儿子还糟糕 我现在两个哥还在监狱 父母都老老实实的 你看不出来 就是因为孩子在错误的时间 遇见错误的人 做一个错误的选择 这辈子不过来 所以我们在辅导的时候 他们都是好人 却做出错误的选择 因此我们在辅导青少年 一定要运用选择的技巧 什么叫选择的技巧 就是说 有很多家长说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 该我孩子变化 变成是着口笨舌 我说你只要记得你的调诀 你跟孩子讲话永远不要用 惊叹号做结束 永远用问号做结束 举个例子来讲 问话回来 你这么晚回来 你外面给问 惊叹号 你这么晚回来 你外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问号 这是个例子 所以你跟孩子对话 你要用问号 让他做选择 你要不要欣赌 你欣赌你就不需要离开家 你必须要失去所有的一切 好 我宁可选择欣赌 OK 各位 你必须要进监导 我马上报警 我等一下要讲一下报警的技巧 所以你辅导建议要做选择 你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就像上帝尊重我们的选择一样 我们要做什么选择 基本上呢 上语分为三大类 物质类 物质类就指香烟啊 酒啊 这些毒品 还有呢 行为类 行为就是 比较常看到的 就是电动玩具 还有色情网站 还有shopping 什么叫shopping 就是说 你明明没有钱了 你还刷爆你的亏地卡 你就是购物货 工作货 stip jobs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 哇工作好愉快啊 工作货 它也是行为类上瘾 所以行为类上瘾 也包括赌博 也是行为类上瘾 运动也是行为类上瘾 但是运动非常好 我鼓励 我常常在 在华人的教会中 或华人的族群当中 我说啊 华人的家庭都是 都是在做什么 因为我先生是修乐器的 不是小提琴钢琴 就是欧客 他们完全不做运动 不是大错特错 会运动的 会打篮球的孩子 绝对不会心 绝对不会整理完美 所以你们要 从小开始肺养孩子 运动的习惯 运动它可以散发脑袋 散发多巴胺 那个多巴胺 是仅次于毒品 但是这是正常的 正常的数量 所以运动很重要 运动非常重要 所以鼓励华人 你们要让孩子运动 会打运动的孩子 通常不大会上 我们就是拉小提琴 谈钢琴 你都拉小提琴 在谈钢琴有多难的吗 你还要多克好 那怎么做得到 好 还有就是情绪类 情绪上瘾像 我今天早上一来 就听到刘牧师讲 那个River Wallace的儿子 27岁 自杀过 是因为忧悟症 忧悟症的形成 就是情绪类上瘾之一 因为他去逃免 情绪类上瘾包括暴力家暴 我说会家暴的人 绝对不会在外面打别人 为什么 因为他打老婆 老婆不会干预 打孩子 孩子不会干预 他没有干预 他就有形成习惯 养成习惯就家暴 一直不断的家暴 还有否定 你看有些人就是 出来的话绝对是否定句 牧师讲到有批评 孩子做什么都批评 很多中国父母是这样子的 他不讲人家坏话都不快 不快乐 否定 这也是群细类上瘾 恐惧都是 为何会上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造德基础的流失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婚前性行为 婚前同居 绝对被吸毒人口成任务 大众媒体的影响 我们等一下会谈一下青少年的脑袋 比如说你在看R级的电影 你看到这些人呢 就是打打杀杀 结果最后被捕 结果青少年只看到他打杀杀 看到吸毒画面 没有看到被捕 他们会寻求自己要的东西 所以是很可怕的 大众媒体 还有大众媒体 最近有一个非常糟糕的 就是美容娃娜 我等一下讲一下大妈 大妈就是毒品 不要怀疑 就是毒品 不管谁再臭 就是毒品 我解释为什么 还有婚姻关系 我们刚刚讲过说 为什么同性恋会越来越多 因为婚姻关系越来越催促 夫妻吵架 暴力在孩子面前 婚姻关系 薄弱会造成孩子性别取向 造成孩子逃避 他觉得家里没有安全感 父母在 我们中国人的父母 在孩子面 在客厅吵架 在过世很好 就孩子只看到你吵架 没有看到你很好 所以孩子失去安全感 失去安全感 自己寻找安全感 帮派 所以因为婚姻的关系 所以造成越来越严重 还有灵力 不功能的丧失 以前我们家发生什么事情 可比大叔都要来看看 现在大家谁给你呢 你中大妈也没有人告诉你 华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面子问题 面子会害死孩子 你不敢讲 吓死 在教会更不敢讲 教会都是好人 你不敢讲 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 得到帮助 通常都是警察早上的 或者孩子进精神病院 才开始求帮助 大部分都这样 已经无法受死 一开始的时候叫求帮助 但是你求帮助不要乱求 你不要去找自己的亲戚 我就是找自己的亲戚 最后让我自己更受伤 你要找什么 社工人员 还有建议指导 或是警察 他们有经验 你脚那么多岁 就是要找些人来帮助 我找牧师 有概念的牧师 你们来上海 或派你教会的牧师 可以 来坐下面听 有些牧师没有概念 我那个时候 我跟我牧师求帮助 牧师介绍的婚姻辅导给我 不是很想帮忙电话 然后我追求原生家庭 是我原生家庭的问题 是不是我还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那不对啊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不对 所以我从来不问为什么 面子问题 还有华人家庭的隐忧失败 负负观念 成绩好代表什么都好 恭喜啊 你孩子进入UCLA 他孩子进入UCLA 我跟他什么关系 他孩子做医生有什么关系 他生命的时候 孩子也不会来看他 这没有关系的喔 我用世代父的观念 代表成绩好就是好孩子 成绩不好就是坏孩子 成绩只是一个Sign 我再讲一遍 就好像 神机是一个Sign 在约翰福音是一个上帝 荣耀能力的一个记号而已 成绩只是一个记号 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是A 马上当到A主要是有问题 那并不在A 目的不是在那个AB 而是在那个到底后面有什么问题 我儿子为什么现在都是A 因为没有问题 他平性没有问题 太多没有问题 他就A啦 运力毒品 努力上进 孝顺父母 那就A啦 自然而然就A啦 不用我B啊 所以成绩只是一个Sign 但是不是唯一的标准 还有就是 就是父母为孩子承担过多的责任 很多父母说 孩子乱丢乱甩 袜子都乱丢 那我说那你后来呢 我帮他收用他没袜子 我说他没袜子 他就会自己去收了 承担过多的责任 我只是举个例子 还有就是 华人子弟的矛盾 你不能收进我的房间 你要尊重我的Piracy 你不能看我的行动电话 你不能收我 你要尊重Piracy 但是呢 你要跟父母要抢 你离不开父母 但是你又要努力 他在钻那个 不好意思啊 你们这边有很多年轻人 我不是在讲 好就是他有矛盾 东西方的矛盾 还有暗面子 光中药主 这都是造成很多的措施 青少年上瘾的原因 除了社会问题之外 还有大脑的问题 青少年脑细胞重新调整的时期是 13岁到25岁 你们这边有谁25岁的 请举手 以下 25岁以下 OK 大脑还没发展完整 你们要做任何决策的时候 要不已经下25岁以上了 因为你们还在发展中 讲笑话 有些人比较早熟 这25岁不是百分之百 女孩子可能比较早熟一点 所以他在脑细胞重新调整的时候 他当然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第二 青少年脑部巨大的变化 足以影响医生 他如果在16 我讲一个新闻 有一个26岁的父母 他在网咖 台湾网咖打电动 就他生了一个孩子 3岁 在家里差点20 那警察到网咖去找他们的时候 他说 能不知道你的孩子 快20的名字不知道 还在打电动 他说 我不知道这样犯法 他绝对不是26岁开始打电动 他可能16岁开始打电动 所以 他的 地人 身体年龄26岁 但是心理年龄只有16岁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养儿育女 但是他已经到达这个年龄 懂吗 就是你在青少年时期 你一旦成瘾 一旦碰到大麻 一旦碰到任何成瘾 你的脑部就会发育 就停止发育 我就动您了 那很不幸的 判断力是所有脑部整合当中最后一个发展完整的 所以为什么是说你们25岁以前最好尽可能不要结婚 因为判断力有问题 如果真的被结婚 这个直列 飞曲不可 要问一下25岁以上的人 因为判断力是还没有完整的 脑部整合判断力是在25岁左右 不是百分之百才完整还在继续发育中 这是我在书上面唯有唯一有的图案 为什么不能很重要 为什么你说我的孩子打电动或者抽大麻 他根本就不理我变得很叛逆 因为左边那个图是吃好吃的正常的 运动啊食物啊散发的多巴胺绿色的 右边那个是骨科茧 毒品所散发的快乐因子跟多巴胺是一般正常的好几十倍 所以你在跟他上瘾的孩子 你对他再好都没有用 给他好吃的好赞美他 鼓励他带他去旅游都没有用 因为他已经成瘾了 你所有的快乐因子都比不上毒品 但是吸毒完了之后就变成重度忧郁症 因为你要附带假 我说吸毒是跟我们会打交道 没有那么简单的 他让你快乐煞浪快乐三十分钟 他会要你三十年 那这就是危险 所以他没有办法比对他好 给他赞美 给他吃好的穿好的都没有用 因为你比不上那个毒品所办法 没有办法 青少年常见的行为 博士大概是这些 他少努力 所以你跟他不会想到未来 你跟青少年在对话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讲说 好好用功 好好用功去UCLA UCLA拿个医学博士 那医学博士的话呢 就可以娶个好太太 然后你就怎么样 就看遥远 你跟青少年沟通 你一定要这个礼拜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有什么样厚 你不要跟他讲说 以后五年以后 会什么事 他不会停的 因为他没有看到未来 你现在不读书 你明天会怎么样 你跑不起来 OK 那你就会怎么样 十八十七高中以下的孩子 如果他因为打电动 你不能过去上学 你可以叫警察 叫警察 叫警察 因为这是义务教育 叫警察 叫他去上学 一次两次他看他敢不敢 所以你不要去跟他讲说 你要去上学 所以你可以上入学而已 你不要跟他讲这种话 你要告诉他 你去上学你没有什么厚 而且明天就会发生 所以过了青春期 你自己不会自然跑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报名辅导课 那个华神是在网上 那我在前几个月 十一月十二月 也在正道路开课 就是二十个小时 好 就是很抱歉 因为职业有限 所以讲得太快了 好 这个刚刚讲过 这个画是我在晨熙会的时候 一个人 我不甘心的他是小孩 还是大人 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好 画给我 他酗酒 九岁就开始喝酒 他已经三十几岁了 画了这个画片 代表我讲的是对的 这是我在jockfree.org 发现的一句话 我看得非常重要 这个网站 你们可以记一下 我书上有附一些网站 有需要寻求帮助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 他儿子过世了 他说 上瘾者不是地球的败类 他们是一群需要帮助的 他们是好的 却错误的选择 我认为 上瘾其实是一种病症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 因为你把它当作病 你才可以分享 才可以叫别人为你祷告 你把它当作罪 你把它掩盖 罪第一件 我们看上世纪就知道 第一件动作就是掩盖 因为我们长久认为 上瘾就是一个罪 所以把它掩盖 所以我就大声嫉妒 它是一个病症 但是它会产生一些病症 这个病症就是犯罪 吸毒的人到最后一定是卖毒 他会产生犯罪的病症 所以你只是把人 关到监牢里面 你只是在吃退烧药 你没有吃退烧炎药 你喉咙发炎药 吃退烧药 你吃退烧药没有用 所以为什么你进 那个在犯率 监牢的在犯率 百分之七八十 禁流禁禁流禁 因为他们只是在退烧 没有在消炎 我是很简单的讲解 如何避免孩子走上成瘾 第一个你要设立界线很重要 这边有很多小卑鄙 我说你从小开始 你要怎么样设立界线 他在吃饭的时候 你必要为他到处跑来跑去 吃饭 很多中国父母都这样 特别是国内来的 哇就是 跑来跑去 一个人追还不够 阿公阿嬷也追跑 他没有界线 你就是要坐着三四分钟 不吃饿肚子 他接受结果 这就是界线 我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刚才讲的例子 从小就设立界线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我有一个 我去歐巴尔教书 有一个父母 他真的是做得很棒 他说给孩子 手机之前 也是有规矩 第一个 你如果不拿 如果顾北国的电话 我帮你手机收起来 第二个 你如果不该上的东西 我帮你手机收起来 所有都要有界线 上网也要有界线 他说他那个时候 七岁的孩子 他帮孩子开一个email 所有孩子的email 我都有forward给他 我说哇真的是 做到这种程度 但是那个孩子小 长大了就很难 他说从小建立界线 孩子非常快 不用教我 给爱主 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父母彼此相爱 父母彼此相爱 为带来孩子安全感 他就为自己 挖自己的脑袋 去找安全感 还有养成运动习惯 刚才也讲 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 我们在做戒毒的时候 通常归父亲 我都会告诉他 带孩子去运动 你一定要运动 我儿子也是 刘翰 他打拳 他现在在那边 我说你一定要 我通常我都会告诉他 叫他看 我说你去运动 去运动 因为我知道那个是有效的 他打拳 刘翰 越来越健康 就忘掉 他说 因为他睡不好 我说 他说他运动真好 但我养成运动习惯 我每天都睡得很好 所以他是一个 我说我是倡导运动 那时候牧师应该倡导读经 我说读经牧师已经讲很多了 运动很少人讲 好 因果论 让孩子尽早学习承担结果 好 越早越好 要来讨论 好 快要来一遍 这是陈凯瑞 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是做这个 我一直有发落 他孩子被捕 第一时间他做什么事情 教律是受炸击 好 然后最近好像去判很重的行 他如果第一时间告诉孩子说 没关系 你该做你就承认 两年以后你再出来 你还是很棒的 也许不会那么惨 第一时间送炸击 第二时间做什么 因为刚好碰到农历青年 他会在法院充满 求法官开认 这个动作会让起孩子说 爸爸妈妈跟我站在同调整些照 你至于他被骂 他不认罪 政据在乎不认罪 那 那被保释出去以后呢 你看看真的那么多的麦克风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们做媒体的都知道 什么样的情况是下会记者来 你要通知他的话才来吗 他就做一个公益活动 带他儿子做公益 找一堆记者来访问 说我儿子现在变跑了 OK 让孩子 我到现在没有讲 没有人知道我儿子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叫我儿子出来做见证 为什么 我知道这个可怕 他应该上台做见证 他认为自己OK 缺乏安全感 缺乏警醒 所以我不叫我儿子做见证 我妈妈出来讲他有个原因 他说那是你的事情 他自己很好很正常 这样就好 我也知道有一个穆斯科传道人 他很小的时候 他从Rehab出来 然后带着他到处做见证 结果大家都记得 他孩子变好了 可是他不知道他孩子还在用大 所以这个东西是 是我们要很小心的 我在讲这个介义原则的时候 我们谈到 这是这个 后来他果然再过两三年 又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场 他爸爸选择相信他 这就是一个例子 一个八十岁的老父 孩子还未 结果他要去看病 把看病的钱塞给孩子 为什么这个孩子 年纪那么大 四五十岁还在吸引 你说谁才是上瘾子 妈妈 情绪对上瘾 你明明知道给孩子钱吗 回去买多瓶 有一个做资源回收在台湾 我听一个牧师在讲 他说他孩子跟他会求 跟他求求钱 我给我钱或是 那他妈妈还是给他 那为什么 那我就不敢的 看一看好 你说谁才是上瘾子 所有上瘾子的家属 到后来都变成情绪类上瘾 看不到 好我们来进入到 那个行为类上瘾 因为牧师说要谈一下 那个电动玩具的事情 好我们不便宜时间有限 罗得 罗得就是典型的行为类上瘾 什么叫典型 第一个选择 选择平原 第二个渐渐 所以行为类上瘾 你不是打一个电动他就上瘾子 而是说次数跟时间 罗得不是马上交换到所多磨 罗得是慢慢挪移帐篷 所以打电动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你要控制时间跟次数 就不会有问题 行为类上瘾跟毒品是不一样的 毒品一抄就完了 马上上瘾 马上上瘾 可是行为类上瘾是经过时间跟次数 所以治疗方式也不一样 基本上行为类上瘾是什么 渐渐 就是你要控制他的使用次数跟时间 原则上就不会上瘾 然后我所知道的青少年商务 我今天只讲电动玩具 社群网站那些在我书上瘾 其实大部分的理论或者内容 我书上都讲的比较详细 书大概有五万多字 所以你们可以慢慢看 然后因为不是翻译的 所以还算流畅 那有人说他一会晚上就可以看完 不难阅读 所以有些东西我在书上讲的很详细 我今天就大概讲一下 行为类上瘾 你也是一样 你要想一下他是不是产生依赖性 如果孩子不打电动 是不是没有办法爆跳楼泪 我们有一个孩子到晨熙会见往路 他一进来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就是真的上瘾 可能你的孩子没有那么严重 我说大部分打电动的家长来求助的 我们没有上瘾 都没有上瘾 只是你很陌生 他不跟你讲话 他为什么跟你讲话 他跟别人在作战 我讲个例子 下来吃饭了 马上给我陷在下来 哇 他正在两队厮杀的时候 就一边一裹 然后他要退 他的同伴会怎么样 你怎么那么擦肌害我们输掉 以后不跟你打 你孩子更适应 这个好像叫我们打拔架 年纪大打拔架 三缺一 你都赢了 结果你妈妈叫你吃饭 对不起我要走了 马上走了 结果那四咖三咖怎么样 那你这些擦肌都不找你了 所以 你在叫孩子的时候 你不要到现在马上 啪 拿掉 不要 你一定要给他警告 三十分钟以后 二十分钟以后 十分钟以后下来 再去 OK好好 我妈叫我吃饭 我们赶快把他结束 要把他杀掉 我给你下来 就没事了 所以你不要去马上 啪 拿掉 给他任何警告 他会愤你 难怪他不跟你讲话 所以 这是一个 辅导的一个方式 如果没有 不要太紧张 因为你知道 孩子其实压力很大 他打电动回来 打一个钟头 就是发泄一下 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想这个年轻人都很高兴 就是也没什么 因为他 就像我们一样 我没有说上班很累 拿回搖库机 弄电视 一直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太紧张 你基本上 他能够照顾他自己 没有失去 没有伤害别人 没有伤害自己 如果为了打电动 不去上学 那就失去生活的能力 那就要出来 好 如果没有成绩还是很好 像我两个 我两个辞了都打电动 因为他爸爸跟他一起 也没事 很优秀 还是高中考试 就是他会自己控制 所以不要把电动当作洪水猛兽 而是让孩子学会自我控制 唯一个个案就是这样 爸妈非常好 教会的长老很严谨 吃烂的事情 要背经 读圣经 然后要背公司 孩子不准打电动 就这个孩子不得了 很聪明 果然上了高科技 到OK 哇 怎么每日都在打电动啊 完了 成瘾 打到了 每日每夜 结果功课撞 撞完了跟不上 就干脆索性不上学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就干嘛 开始吸毒 然后就跟他爸妈讲 我是同性恋 所以这个东西是 我们不要说完全禁止 而是要让教导孩子学会控制 孩子学会控制就OK 不要太紧张 但是 如果一旦成瘾是非常可怕 我说网路成瘾 你吸毒还要严重 你不知道怎么救 因为网路到处的事 这三个个案 一个新竹的一个少女 他拿个榔头 把他爸爸打死 你知道他到警察局去 他怎么问警察 这样会痛吗 会痛吗 他打到那个程度 他不知道他会痛 中间这个 我刚刚有讲过 割合之劳 杀的人还继续打 前几天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凶杀案 在一个宝卡 结果旁边人死掉 他继续打 陈寅 还有这个宅男 日本 杀死了两个中国留学生 他杀的人完以后 继续去追 追星 所以这都是 这有动物的特征 就是没有前科 网路陈寅还有人许 所以真正网路是很可怕的 我说是会成为一个废人 网路尤其基本上有两种 就是要上网 也不上网的 你们要去了解 稍微 步骤 第一个 共同约定上网时间 我要强调是共同 所谓所有的合约 都是要双方签订才有效 单方签订没有效 所以爸爸也不要单方制定合约 你要跟孩子商量 几点钟到几点 你可以 还有 这是我们家的时间 那不是说你说 九点 卡的定卡 这是你单方讲的孩子不承认 最好是能够叫他签字 第二 定出游戏规则 我不去强调 每一家游戏规则不一样 有些人是说 你功课 功课一料比以上 再给打电动 或者说你房间要收干净 再给打电动 或者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完了之后才可以打电动 游戏规则你要逆出来 这个游戏规则也是要双方共同潜定 第三 最好电脑放在家中的公共空间 你如果放在房间 可以 还是用选择技巧 放房间可以 但是门不能关 放公共空间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比较不容易沉溺 你在那边 后面走来走去 你让他打 他也会打得有点过瘾 就不容易沉溺下去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万一上色情网站 色情网站是不得了的 我见面时间 书上有讲 色情网站可以避免 所以这个是 三个技巧 如果一二三 他都做不到 不是你做不到 是他做不到 他自己牵制同意 他做不到 你才断电 那我要上网怎么办 其实现在 我说我知道有科技 就是你可以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Cisco 就是你可以控制他的时间 有个Router 年轻人知道 就是你可以控制他的时间 都有个Mine Router都有 Router都有 你控制他的时间 就不会影响到你的上网 还有万一真的不得已 你就牺牲一下下 也没什么 但是我想是说 你不是说马上跳到第四项 你是一二三都无效了 他都没有遵守 所以你要断电 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你答应我 但是你做不到 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一二三四都无效了 还有一个控制零用钱 因为在台湾很多都是说 你不让我在家上 我在外面上 你在要断电之前 你要先考虑他的零用钱 有没有很多 我会认识一个 在台湾一个妈妈 就是说 每天孩子要往上出去 打电动他都不知道 他放个枕头在里面 有一天半夜起来 上车的时候 那搞 房间没有人 就去打零用钱 所以这个控制零用钱很重要 如果一二三四五都没效 你要请辅导介入 好 读品 我们来月时间有限 我们看一段影片 然后做为我们的结束 我为什么要放这段影片 因为这个影片就是 告诉你为什么要吸毒 那这是几个年轻人的 一个献身说法 这个可以接得到声音吗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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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